北市單日確診下降到八千多人 但六到十一歲的學童 根本還沒打疫苗 下週高中以下 是不是繼續停課 還是要全面提早放暑假 一個確診要停三天 我的結局就是停停上上 我覺得這也不是辦法 是否會提前放暑假 台北市週四會宣布 但專家說看到孩子的重症 死亡率 這缺課可以補 但命和健康卻無法補 該停課就要停課 第二個你一定要給大人 所有的家戶 都應該有三點四季 怎麼到現在還做不到 是用船 還是用游泳在運 要運幾個月才運到 大人有腦炎 才害了小朋友腦炎的 有專家評估 北市疫情7月將降到 每天一千例以下 柯文哲說多撐一下就能解封 在一個半月內 把這些可能感染人都感染完畢 那台灣就可以比較順利的解封 圈台一日生活圈 中南部確診數逐步攀升 但陳其邁卻怪說 台北市PCR量能不足 黑數太多 才讓高雄確診看似比台北多 柯文哲反擊陳其邁真的搞錯 台北的PCR量能絕對比高雄高了 所以這個就不用去討論 那黑數是一定會有的 但是我也不認為說 台北的黑數就會比高雄多 所以這種事情不用去比較 公共衛生的模型就很清楚了 所以這個我倒覺得 這個沒有必要去覺得奇怪或什麼 這是本來就疫情中的事 歐盟全台肆虐全民只期待 早日脫離病毒魔掌 快點解封 記者楊千浩 徐光豪 SNG小組 台北報導